咖啡館 在我心里面就独立咖啡館 它本身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些沙龙活动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只是卖咖啡的话 就做一个街边小店都可以 就是那种像奶茶店一样 也不需要有座位干嘛的就好 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后来我跟他讲 就说那如果小组有一些活动 想要放在我这边做的话 我就全力支持 那当然了有一些朋友会觉得 二男女这个的话 就应该是说你说多一些客员也好好干嘛 但是对其他的一些活动可能是 但对于小组的活动就根本不是这个考量 就是从我内心来讲 更多的是其实是 就在我目前就是能可供支持的时候 尽量多点支持 因为未来哪一天 有可能这咖啡館会关掉啊 那个时候我想提供场地都没有了 小组的话就小组最大学的也很清楚啊 就10年的12月4号 就是那时候是小组成立的 以前的话就会 就是最早的话是从观影会之类会做得多一些 然后读书会也会做 那我们的彩虹袍是几乎最近几年是每年都做 然后会有一些就是线下的分享会 就跟你们昨天一样类似的 那像我们像前两年的话就 就燕子有来分享过 吴兴坤有来分享过 然后我们自己内部的话像会有做真人图书馆 那真人图书馆的话也就是LGBT领域的一些人 然后小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被大家大众所熟知的是一个音道独白的一个话剧 那我们的那个话剧名字叫音道预言 跟Ansel当然是原始是那个Ansel的那个剧 但后来我们的演出是都是自己写的剧本 然后演员也是我们招募的 然后呢是在那个去做了公演 我们小组还跨性别还挺多的 就我们包括我们核心志愿者九个人当中 有两个就是跨性别 一个男跨女一个女跨男女 其实你都认识了 然后我们小组另外其实还有跨性别 就是还有志愿者里面还有三个跨性别 就是一个有五个跨性别 那其实我们小组里面就是 而且我们小组里面就是你也知道 就是Gay也有职人也有 然后就还蛮奇特的 就是我们小组里面志愿者就是真的 因为我们小组推崇的是一个多元包容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小组本身成员的组成也是一个很多元的 反正之后我们自己在做活动或做讨论的时候 其实也一直在强调说包容这件事 因为怎么讲就是彼此尊重确实很重要 就是大家有差异 但是你试着去理解的话 其实就就是好多后来 现在新的志愿者加入我们也是会觉得 这个小组的氛围就是有 后来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他们都有表述说 因为这点氛围也很好 就是他不管你的自己的性别认同是怎样 或者是你的性取向是怎样 大家会觉得在这里面都是能被得到认可 或者至少被得到尊重吧 不说认可至少是尊重 不会觉得你这样就是不对的 或者怎样 因为本身性别表达有很多种 然后我们所以我们小组为什么会有跨 就是一点也不奇怪了 那如果按照你们就是跨粉跨友的界定来讲 我就是跨粉咯 虽然我是不太爱给自己贴标签 但我现在会很喜欢给自己贴标签 我会觉得贴标签方便别人理解我 就了解我 然后我会觉得跨性别这件事情吧 就其实跟你本身身份是拉拉是给是一样的 就就有些人把这个东西看太 看太怎么讲太太紧张 但我会觉得有时候放松心态吧 反正在我心里面我就对对所谓的跨 这个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接手 接受的过程我会觉得很好运气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对跨性别的接受度是特别高的 当然可能自己我因为也是严格来说也算性少数 所以会比较能够感同身受吧 因为我从很早之前就觉得爱这件事情就是不分性别的 就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困惑过我说为什么我是会喜欢那个女生 在这方面我没有过困惑 就没有纠结不像很多人纠结说为什么我会喜欢了一个女生 或者怎样可能恰巧那阵子就喜欢就喜欢了 然后就而且就说到同性婚姻我现在最近倒是没有很强烈这种欲望 但是我很尊重别人要这样的就是别人这样的需求 而且我也很理解 而且我也愿意去推动 但是就我个自己个人而言就目前而言 我会觉得其实感情这件事情能在一起就好 就是其实是不是你们要一纸婚书来证明 或者是要一种怎样的方式去向世人说明 其实这个只要是双方能够达成一致 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的状态好就行 但是我也我也能理解很多人说需要那么一张证明 或者是说要一些权益的保护 其实我更加觉得在中国现在当下这个情况里面 因为其实婚姻本身对所谓的权益保护做的比较少 就在国外可能这方面福利会多一些 恰恰因为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话 其实我会对这种同婚的诉求 就个人内心的诉求会觉得就没有那么大 就我自己个人真实表述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不是说反对大家去争取同性婚姻权 而且我自己可能其实挺支持的 那我自己个人感受而且很支持很重要一点 为什么我说理解 是因为当年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跟她结婚 而且我还很希望跟她生孩子 但是我显然知道这些事情对我身上都不可能发生 所以我特别难理解别人说我就想要跟她结婚 所以我需要 那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需求 感谢观看